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紧急,随着欧洲理事会正式批准了通用充电器新规 最终确定了立法程序 也意味着到2024年底 USB-C接口将成为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的强制标配 iPhone是目前唯一使用Lightning接口的智能手机 因此外界十分关心 一向我心我素的苹果 这次是否会服从法案 彻底砍掉沿用10年的Lightning接口呢 就在前几天 在华尔街日报举行的科技直播活动中 苹果高级营销副总裁Greg Drozweck给出了答案 在主持人问及 苹果将如何应对欧盟有关充电接口的法案是 Greg Drozweck表示 为了遵守欧盟新颁发的法律 iPhone将不得不采用Type-C接口 但就这个不得不 听起来很委屈似的 不过既然高管都发话 那就说明iPhone15大概率是要改接口了 从去年年中就开始闹腾的iPhoneC口风布 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知道这消息 往我们乐开了花 不过 看热闹归看热闹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iPhone搭载Type-C 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Type-C是什么 首先 Type-C只是一种接口形态 它和咱们U盘 鼠标键盘的那种方口USB 又或者是电脑显示器的HDMI VGE接口 以及网线水晶头等等 本质上都一个东西 只是恰好 Type-C这个接口形态 有它的优势 可以正反差 接口更小 有很多的触用 可以干很多的活儿 由于这些特性 USB-C接口在不同的协议下 能做非常多的不同的事情 就比如 把上面那张图里的接口的所有功能 全都打包下来的Type-C接口 就叫做全功能Type-C 如果新iPhone用上了这样的全功能Type-C接口 这好吗 答案是肯定的 当然好 这样一来 iPhone就不仅可以读写外部设备 像iPad那样直接导入相机 影盘 U盘里面的数据 甚至离谱一点 还可以直接给iPhone接上鼠标键盘 直接在手机上用键数打王者荣耀 直接给对面来一波来自PC端的降维打击 当然这种还不是最强的 iPad Pro上有一种更强的Type-C接口 叫雷电4 这种雷电接口 是Type-C接口里最顶级的存在 它不仅拥有全功能Type-C的所有能力 传输文件 读写硬盘 供电 外接屏幕等等 它还能一边以100瓦的功率供电 一边连网 还同时连接两个4K显示器 并以40Gbit每秒的带宽传输数据 而且 还有PCRD通信协议 也就是说 现在搭载雷电4的iPad Pro 理论上是可以直接连接外置显卡的 如果苹果将这玩意塞到了iPhone体内 那可真的想都不敢想 别说干报有伤 这参数 连不少电脑都干不过的 当然 上面这些是好的 也有不好的 因为Type-C 它只是个接口 里面选择什么协议 是完全可以做到人为控制的 Tiger举个最典型的阉割例子 Tiger只说几个字 小米 旗舰 USB 2.0 估计米粉看到这几个字都开始生气了 Type-C里面的USB 2.0协议 极限速率只能达到480Mbps 也就是60Mbps 和雷电4比 那是一个天一个地 除了传输速率 USB2.0协议 也并没有全功能USB-C的那一大堆的功能 但是 国粉看到这个别生气 Lightning口 也就是USB2.0的级别 哪怕用最低级的USB标准 iPhone更换Type-C接口 也不会带来体验上的降机 除了USB2.0 全功能USBUSB3.0 雷电4这些协议 目前的USB协议 还有非常多种类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苹果换了C口就太过兴奋 保不及苹果就会在某个地方 给你偷工减料一份 在了解了这个技术前提和背景后 我们再好好聊聊iPhone用Type-C接口 能干什么事 Type-C接口能干什么 第一个充电 看到充电 大家应该马上就能想到 出门只要带一条线就行了 即使不带 也可以蹭别人的充电线 第一个被解决的问题 就是随时随地充电 第二个 可以又快充了吗 我们先看看已经在用Type-C的安卓手机 虽然 安卓各家的充电都已经很快了 180瓦遍地走 这倒是不假 但他们搞的 都是自己的私有充电协议 比如 华为的叫SCP OPPO的叫VOC Vivo的叫FlashArt等等之类 互不支持 哪怕有一个大家都能用的协议 比如PD 也基本没哪家支持最新的PD3.0协议 这也就导致 如果咱们用的是华为手机 如果是拿小米的充电线来充的话 走得很可能 是最最最基础的PD协议的功率 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咱手机上 不会出现如超级快充这类的字样 又或者 是充电功率根本就跑不到那么高 有个30瓦度已经是万线 而早已搭载Type-C口的iPad Pro 充电功率是32万 以此类推 搭载Type-C接口的iPhone用官方充电器充电 功率也就是30瓦上下没跑 拿隔壁有上面的充电线来充 估计也就是这样子 不过 对iPhone用户来说 已经算得上是一次是实际升级了 除此之外 iPhone的快充还有升级的空间 因为标准的Type-C接口 如果要走PD3.0协议的话 最大输出功率还是可以有100瓦的 这就得看苹果怎么几只管牙膏了 下一个是传输速度 那文件速度飞快 自从苹果推出了ProRes 48MP的ProRAW格式之后 咱们iPhone不光是开启了内存微机 就连传输微机也一并开始了 因为 目前L口采用的USB2.0的传输速度 只有480Mbps 换算下来理论速度也不过60到每秒 而实际体验时速度会更慢 就像宣称的4G速度和实际的4G速度那样 虽然听起来60Mbps每秒的速度 好像还不赖 但大家可以自己算算 如果要传个5GB那么大的文件 就算全程拉满公寓 那也要85秒才传完 这还仅仅是iPhone拍摄不到一分钟的4K ProRes实际品而已 而如果苹果能把接口的协议拉倒 哪怕是USB3.1 这个传输速度都会大幅提升 以USB3.1的10Gbps 1.25G每秒速度来算 刚刚那5G的文件 仅需4秒就能传完 这不论是对那些专业拍摄人士 还是对我们这些需要用电脑备份手机 照片的普通用户来说 体验也都是质得飞誉 更别说刚推出不久的USB4.1 传输速度能达到40Gbps 新鲜出炉的USB4.0v2 传输速度能达到80Gbps 鸟枪换大炮了有没有 聊到这儿 iPhone更换USB4接口意味着什么 估计大家已经明白了 那么问题来了 买了iPhone14 Pro的小伙伴吗 特别是首发iPhone14 Pro的小伙伴 现在心里是什么想法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